總是摸起來都一樣 猜錯就球了 我猜錯就球了 我覺得 我覺得 一號跟二號不是 然後 三四五 我覺得答案在三四五裡面 你 我覺得我拿上三竹筏 然後你先 答案是 你不要講 答案是六 那我感覺是第六 那我感覺是第六的 那我感覺是第六的 那我剛剛看在第幾個 我剛剛不是在第三個嗎 你 是不是第六的 是不是啊 是嗎 是第六的 好 第六的 握住了就是可以回到這個 好不好 就是你 對 何仲綺之後 非常的需要曾愛佳 然後 一直以來 曾愛佳 就是跟何仲綺在鬥爭 然後在打打鬧鬧 但是最後何仲綺會非常的需要她 對 然後曾愛佳 也需要何仲綺吧 曾愛佳她一直以為她不需要多仲綺 但是她後來發現其實她也很需要多仲綺 好 所以說大概能夠透露是這樣 但其實劇本我們也只拿到第四幾 謝謝 謝謝 謝謝你支持我們 謝謝你喜歡親愛家 謝謝你喜歡 新娘拿喜糖 不能爆 好 今天只有婚禮送客 新郎在旁邊怎麼樣 先抱新娘 好 來 好 抱了 新娘自己抱了 不算 新娘抱了 來 我們是提早幫大家過情人節 那基本上我在戲裡面是妳的情人 所以說妳現在也沒有男朋友 就當作我是妳的情人好了 所以說我要送妳禮物 好 謝謝 謝謝 媽媽 讓她們拍一下 Yeah 新娘 新娘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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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覺嗎 我覺得很特別 因為從來沒有過就是這樣 然後跟大家很多粉絲一起過情人節 然後重點是今年前節 可以跟何仲綺一起過 我覺得非常特別 很開心 我們不只情人節 好多節都已經一起過了 對 然後 像她說好了 我覺得 除了很開心之外 真的非常有意義 因為這一次我們兩個一起被選 第一名 票選 最想過情人節的情侶 那 這對我來說非常非常有意義 因為這也是我的第一次 然後 我跟耿如的默契越來越好 然後在戲裡面的 發展會越來越激烈 請大家一定要期待這樣 曾愛家等到她 呃 不跟 不被爸爸這樣約束 然後 我覺得她 一直都有女兒心 她有一天一定可以 發揮出來 就是 都穿裙子 然後我相信何仲綺也喜歡曾愛家 穿裙子 對 其實曾愛家有穿過裙子 因為 何仲綺嘴硬 然後 不想要她 穿這麼漂亮 所以說就叫她換回來 但其實何仲綺一直都是一個 刀子嘴豆腐心的人 對 那之後她會穿怎麼樣 其實 我們也不太清楚 理想情人 其實我覺得我自己 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話 我應該是還蠻理想的 除了我自己比較沒有時間 可以陪女朋友之外 呃 我把其他的時間 全部都交給我女朋友 呃 女生都會去體諒的 那最重要就是你要有心 你要付出 你要對她 呃 擺在第一個 隨時隨地讓她知道你在做什麼 我覺得 這就是我 處理的方法 呃 如果我有女朋友的話 我希望我真的可以跟一般的 男女朋友一樣 可以去外面吃一個情人節大餐 然後看一個電影 就這麼簡單 逛一個夜市 然後 回到家裡面看一個百事達 我就覺得就是很舒服很自然的一個 雖然可能 電視機前面的觀眾朋友 都覺得這樣很無聊 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 很容易的事情 情人節我覺得送什麼禮物不重要 但我 我比較希望 喜歡的是看到 呃 對方就是你會讓 讓你覺得他很有心意 在就是 呃 策劃或是怎麼樣去 讓你開心 情人節可以開心度過 這我才是覺得最開心的 好